这个男人早上一起窗 惊恐地发现 自己居然被一群狼包围了 还好他建造的木屋够坚固 可以躲在屋里瑟瑟发抖 不用去跟狼群搏命 虽然男人此时异常紧张 但这种情况他早已预料到 毕竟在野外生存 被凶猛的捕猎者盯上 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但为了一百万奖金 他还是决定勇敢面对这些 这是荒野独居最艰难的遗迹 十名荒野求生专家 将在北极进行一百天的生存考验 坚持到最后一名的人 可以获得一百万美元 这个金额吸引来了 世界各地的顶级探浅家 只客气 大多数人都在各种困难中 选择放弃 等到了第四十五天 留下来的人已经只剩四个 遇到狼群的那位大叔叫阿莫斯 其实他所在的位置 是所有人之中最有利的 前面是片树林 可以设置陷阱捕捉小动物 庇护所旁边是一片湖 可以撒网捕鱼 这一山傍水的 别说是活人柱 就算在这整个坟墓 也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只可惜阿莫斯没有料到的是 就因为这里位置好 所以不光他喜欢 还有一些动物朋友 也很喜欢 比如狼 第四十五天的清晨 阿莫斯起来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查看湖面 有没有结冰 由于寒冬将至 潜水区已经很难捕捉到鱼 他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等湖面结冰后 去中心地带的深水区撒网 不过遗憾的是 虽然岸边已经开始结冰 但湖面依旧水流潺潺 丝毫没有结冰的征兆 阿莫斯很发愁 他的老家可谓四季如春 他从未经受过如此严寒 所以他比其他人更迫切的 想要摄入脂肪 虽然脂肪向来是 广大群众讨厌的东西 但在寒冷的环境下 它可是宝贝 脂肪可以为人体提供能量 有了能量才有力气 有了力气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自从来到这里后 至今剩下的四名探险家 已经瘦了二三十斤不等 由此可以看出 极端环境下 对脂肪的需求有多大 不过这道让我有个想法 北极减肥法 无需运动 无需节食 只要来溜达上十天半个月 效果绝对刚刚的 阿姆斯这边抱怨完吊不到鱼 刚要回庇护所 却突然有了新发现 显然这个发现可不是什么好事 阿姆斯数了数 发现这些脚印 大概是三头狼留下的 而他追随着脚印走了一会儿后 惊恐地发现 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 竟然是冲着他来的 阿姆斯在熟睡时 这群狼曾将他的庇护所包围起来 光想想就让人害怕 幸好阿姆斯的庇护所够结实 不然狼群要来个夜席 那他不但得不到奖金不说 命都不一定保得住 属于真正的赔了夫人 又折兵 为了防止狼群再来 阿姆斯必须时刻打起精神 虽然手里有弓箭和自制的长矛 但要是真打起来 还真不一定是个 虽然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但阿姆斯为了丰厚的奖金 仍然选择坚持下去 回到庇护所后 他查看了一下剩下的食物 现在他只剩三条鱼 必须得合理分配一下 才能坚持到湖面结冰了 其实相比起来 阿姆斯的条件已经很有优势了 现在其他三人 虽然暂时不缺食物 可他唯独缺鱼 而想要获取足够的脂肪 就只能吃鱼 你说气不气人 所以其他三人现在的共同目标 就是想尽办法捉鱼 你看 这位叫考力的大姐 她为了捉鱼 连夜做出来一张鱼网 不过 她的运气就没有阿姆斯那么好了 她所在的湖边地形十分复杂 岸上已经堆满鸡血 下面说不定还有冰 她想要到达理想的撒网位置 必须带穿过一片陡峭的湖岸 这也是个眼里只有钱的主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 她决定赌一把 幸运的是 她顺利来到了平坦的撒网地 但不幸的是 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意外就发生了 就在她慢慢靠近湖边时 突然滑倒摔了个屁堆 但这不但让她眉毛受伤 还喜提一张性感疯唇 或一套免费拔牙服务 至此她认为撒网抓鱼的事很不安全 于是暂时撤回庇护所 先是处理了一下伤口 虽然这一跤摔得很疼 但好在没有毁容 而这样的伤也并不影响她继续参加 不过让她发愁的是 经此一折腾她捕鱼的信心大大减退 可要是没有鱼吃 得不到脂肪就注定她走不长远 这可怎么办呢 大姐一时间纠结万分 时间来到第46天 阿穆斯起得很早 虽然她不缺鱼肉 但鱼肉的数量很少 所以她必须待更勤奋点 然而她刚想出门竟猛然看到 外面居然有头狼在徘徊 在确定狼走远后 她才小心翼翼地走出去 在附近收集点树皮 接着又快速返回庇护所 她知道 自己是时候做好面对狼群的准备了 之前 他们已经趁自己熟睡时来过一次 而现在又出现一次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还会再来 所以阿穆斯从现在起 必须在时刻保持警惕 毕竟狼群完全能将她秒杀 到时她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与此同时 另一边这位叫罗兰的大叔 已经开始了捕鱼工作 其实她的日子是过得很舒坦的 不但有最坚固的石头房子 前几天还抓到一头射牛 光这头牛就已经足够她 吃上好长一段时间 只是到昨天为止 射牛身上的脂肪已经被她刮得一干二净 为了获取脂肪 她也不得不去抓鱼 在四个人中 她的捕鱼环境是最糟糕的 一眼望去 这岸边几乎是90度直角 如此陡峭的地形 她每次下去都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不过 为了抓鱼 她只能拼了 在此之前 她已经下过一次次网 可惜的是 由于风太大 水浪已经将网子揉成一团 连续几天下来连根水草都捞不到 不过 罗兰这次出来也并不是没有收获 她在远处的雪地里发现一群射牛 射牛身上不但全身是宝 而且也含有丰富的脂肪 不过罗兰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一头射牛还能靠弓箭偷袭一项 但面对这么一整群 估计会被顶得片甲不留 所以她并没有狩猎射牛的想法 接下来再看看大林子 她过得比罗兰还要舒服 前几天她刚刚用大量陷阱 抓到了四只血兔 那勾魂兔腿吃的是一个爽 人家运气也挺好 这不 早上一出门又捡了只雷鸟 等带回家一顿操作 香喷喷的炖雷鸟就出锅了 虽然吃得挺饱 但没有脂肪还是差点事 大林子现在也开始考虑起了抓鱼的事 好在她捕鱼的环境 在所有人中也是最好的 一眼望去全是平坦地带 她只需要静静等待湖面结冰 然后去湖中心 凿兵撒榜即可 时间转眼来到第47天 阿姆斯起床后一开门 却惊恐地发现 她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阿姆斯数了数 周围一共出现了四头狼 其中最近的一只仅离她三米远 随后狼群开始将她包围 看起来似乎把她当成了猎物 此时阿姆斯已经拿起了弓箭 随时做好了搏命的准备 但幸运的是 不久后狼群便缓缓离去 似乎是对她失去了兴趣 阿姆斯心有余悸地 看了看远去的狼群 她知道 如果刚才狼群真的攻击她 她肯定会当场去世 这一折腾 让她再没了出门干活的心情 只能躲在家里继续瑟瑟发抖 时间来到第48天 湖面已经结了层厚厚的兵 这是所有人一直在期盼的 相必今天将是一场激烈的捕鱼大战 那么他们能否成功抓到鱼呢 想知道后续还不赶紧关注我 感谢观看